这位董事长他的手机呢 他刻意放在家里面 话说康熊文教育团董事长 万急你还真的很会啊 在巨大检疫期间 上次外出不仅骑自行车跑步 甚至到新店总公司开会 遭到新北市卫生局拆发50万元 并收到集中检疫所强制安置 追查原因才发现 这位董事长刻意把手机摆在家里 躲避追查 也让万急质疑 警政和民政对于巨大检疫 是不是开始冲动 对于居家检疫者的警政 跟民政的关怀的力道 都跟原来都是相同的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电子围离的系统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一样持续在做运作 疫情指挥中强调 居家检疫期间 无论何时都不能外出 除非就医或是特别情况 否则最高可罚100万元 截至目前为止 共有27万居家检疫民众 违役比较不到千分之3.5 财华的对象是899位 那总共累计的金额是11604万 疫情指挥中心 除了说明康轩董事长 才华的概况 也特别宣布 越南的本土疫情续换 从今日起 将越南从短期商务人士 入境申请缩短 聚加检疫 从中低感染风险国家 调整为低感染风险国家 另外考量香港 近期本土疫情也持续换 连续两个星期 达到中低风险分析标准 因此即日起 将香港列为中低风险地区 外界关切的口罩问题 根据全部统计 今年1月到7月 共进口1亿2000万片口罩 来源来自中国 菲律宾或是越南 其中从中国进口的医疗口罩 有90万片 外界关切 这些口罩流向 相关的医用口罩 基本上都是在市面上来贩卖 那至于就是说 有参围到我们的国家口罩队 到这个药局或使命制 这样的一个贩卖 到目前我们查出来的就是 家里这家公司 也因为家里科技这个案例 让指挥中心决定 才三项措施进行狂毒 形容第一项 就是关口加强查验 查非医疗口罩是否无为标 医用口罩是否标示清楚 第二项是市场查验 确定口罩流向 第三项 在口罩国家对口罩 增加刚硬来提高辨识度 这是我们的国家口罩队 要制造的时候 加上MIT跟MD的这样的一个刚硬 另外 家里科技口罩退货期限 原本是到9月11号截止 为了顾及民众消费权益 指挥中心宣布 不是退货期限 站在保护消费者的角度 我们超过那日期以后 只要是确定是家里的 我们还是一样会坏 我们还是一样会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